今天是你们喜欢的黑色美甲 拇指先涂一层蛋白色照灯 用源头挂掉笔把它润染开 用笔之前可以形容底胶润一下笔 一边看着润染觉得颜色不够就再加一点 这一层我们润染的不是很自然也没有关系 黑色部分润好之后照干 把空白位置点涂上蛋白色 用源头笔随意带开有深有浅照灯 再刷一遍冰和灰的五号增加一个黑棕掉的覆盖效果 再局部点涂银色薄金胶 金属胶的金色画一些纹理 每一层都是照干之后再去操作 白色彩绘胶画出不规则纹理之后补照灯 用小平头笔沾去底胶 打一侧轻微晕染开一点再去照灯 照干刷一层加过胶补照灯 找瓶的同时用拉线笔沾彩绘胶画出一点细细的纹理 跟之前晕染开的白色纹理交错开一点 然后封层大拇指就做好啦 食指和无名指都先用大白色打底 食指用黑色扫刷出一点色块 同样也是先刷一层冰和灰5号增加色味效果 又沾了骨铜箔和贝壳 然后加护封层就可以啦 无名指用黑色画出小山丘的造型补照灯 再直接用蛋白色和黑色做出一点熨染效果 照灯用金属胶勾出山丘的轮廓 山丘上再加一点银色的薄金胶 照干整脚图加护胶补照灯 拉线笔沾白色黑色的彩绘胶 画出一点细细的线条 照干封层就完成了 咱也不知道你们究竟有多爱黑色 隔三上午就有人一个劲的求黑色美价 行吧 满足你们